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首先我要说的是 中美两国共同 论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我这里强调的是共同 去年的十二月 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 在布里诺斯埃里斯成功会晤 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双方同意 停止征收新的关税 通过磋商解决 双方的关注的贸易问题 双方还同意 上方坐下来 用九十天的时间 进行磋商 那么这个磋商就需要明确磋商的原则 明确磋商的期限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晤 这个也成为了G20峰会期间的最大亮点 会晤不久 也就是会晤之后 中美两国的股市 直递回升 也盗动了全球股市的上扬 这说明 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体现了中美两国的共同愿望 也体现了全球的共同期待 第二 我想讲的是中美磋商 需要坚持的原则 这个原则 就是两国元首达成的 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 相互尊重 就是尊重 各自的社会制度 发展模式 平等互利 平等互利 就是说 磋商的地位是平等的 磋商的成果 是互利的 那么在这个90天当中啊 我们双方的团队 就是坚持这一个原则 开展的磋商 第三 也是 大家很关注的 希望了解的一个问题 就是磋商的进展情况 在90天的期限内 中美双方 开展了三轮 高级别的磋商 磋商过程是非常的艰难 也很辛苦 我这里说的艰难 难就难在 我们两国的制度 两国的文化 两国的发展阶段等等 都有很大的差异 双方要达成共识 就需要求同存异 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根据磋商的情况 双方同意 继续延长磋商的实现 在这个期限内 不提高关税的税率 现在工作团队还在继续磋商 因为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 更加需要中美双方向向而行 共同努力 刚才这位记者朋友问我 能不能达成协议 这就需要双方的向向而行 共同努力 假如我们能够达成协议 将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总部长 谢谢大家